在設計上面如果可以運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去解決空間上面的問題的話 然後讓設計師可以用各種不一樣的方法去處理你的空間 你是可以得到最完美的一個結果 這個房子就是一退夫妻準備將來退休可以居住的空間 所以在空間的運用上我們只有設計兩房再加一個彈性空間合適 其他都屬於公領域 這個案子本身原先交給我們做的時候 他就希望說不要一直用一些水平垂直線條來做問題的解決方法 那這樣子的話反而讓我們在做設計上面少了一點負擔 這個房子本身大門打開進來玄關這個地方實際上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處理 因為直接看出來就是胡錦 我們這裡做的一些鐵劍表現出簡潔俐落的感覺 由這個鐵做的線條所表現出來的簡單現代簡約的那種感覺 跟一個中式家具來做一個對比性的處理 其實也讓人家覺得蠻有趣又有內涵 這個案子本身它是面對胡錦 不管是從主臥室到客廳到這邊的次主臥 實際上我們也把它做到等於是在室內的遊壺 屋主也有那個需求 所以他希望我們這邊幫他做一個壩臺 面對湖面 來看看這個湖面跟四周的山景變化的樣子 在黃昏的時候你會看到一個景象 這是正版橋的一個詩 一煞死波瑤晶瑩 木抬頭月上東山 在這裡完全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色 我們想要幫他表達的是一個比較簡約的風格 所以在顏色上面除了電視牆 我們反而是讓一個比較淺色氣的人來表現 其他的牆面穿插的 我們就用一個比較深色系的藝術漆來處理 這樣的處理方式會讓電視牆反白以後變成是一個主牆面 那這個弧形牆面的本身 其實它變成是一個雙面櫃 小部分供電視的一些資源的設備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都屬於主臥室內部在使用 這個案子裡頭 中間有一根梁就這樣子經過 所以我們在兩邊天花板用弧線去處理整個天花板 所以你會看起來也覺得 它好像就理所當然就會存在那個地方 其實我們之前有提這個設計的時候 餐桌跟霸台會做一個斷差 反覆檢討的結果 使用者並不認為他們想要那樣子 他們覺得在這邊要的是一個歡樂的氣氛 他們希望這整個中島霸台跟他們用餐的地方 給它同樣的高度 他們覺得他們這樣吃完是很舒服的 第二個這樣看起來它的氣氏會比分了一個斷差來得好 那這個房子本身原來的設計 它在廚房的處理上面 它是一個封閉式的 我們現在設計的這個案子 廚房跟餐廳的這個中島連結 餐桌跟客廳本身做一個連結 所以在這裡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做菜享樂的空間 那朋友或者親戚或者是自己 都可以在這整個空間非常好的去運用它 我們現在在做這個設計的時候 原來設計的主臥只是到這裡 那因為裡面還要再放一個更衣室 如果只是到這裡太小 當你覺得這樣太小的時候 你就要往外推 但是你推到你想要的空間的時候 這個整個開放空間又縮小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來用一個弧形的線條 或者是用角度來處理的話 我把這一邊空間加大 就放到主臥室裡面來 主臥室其實因為睡覺 我們用的顏色就屬於比較輕柔一點 它的床頭後面 我們用一個比較軟性的崩補處理 才會讓這個睡覺處於一個比較舒服的一個空間 那再來就是本身後面有一個更衣室 它是兩邊可以進出的 整個在主臥室裡面的安排 我還是希望它的動線是非常自由的 可以在這裡面繞來繞去 裡面有一間浴室 我們在做的時候 已經把它變成是一個飯店的格局 在做這個設計 將來如果在裡面要設一些安全服務手 或什麼的時候 這些牆壁都夠我們來使用 那我們浴室的牆面其實是做的 把葉門可以打開的 在這邊泡澡 它實際上是可以看到湖景 看到外面的景色 我們說次主臥它原先 它的浴室是到這裡 我們再次用了一個角度跟弧線 讓這個空間不要到處都是一些方正的角 這邊抓一個角度出來 這邊就直接變成一個可以進去的寬度了 讓浴室的門隱藏在床頭的後面 所以角度又在這邊再次的化為它的效果 我們希望這個次主臥 在它不睡覺的時候 希望它也是開望空間的一部分 當它打開的時候 我希望完全不感覺到這個門的存在 那上面我們這裡整個都是用鐵劍 用形鋼來做地面的一個造型處理 除了帶給你現代簡約的那種感覺 實際上也在把空間做到 讓它感受到那個線條的俐落 這間次主臥實際上 我們當時還賦予它另外一個功能 這邊螢幕可以放下來 裡面還有一個六層道的影響在裡面 所以門關起來的時候 這是另外一個視聽室的地方 我們這邊做了一個合室 你要喝茶要什麼都可以 但實際上這個合室的本身 它具備兩個功能 當有客人來的時候 這邊這個客房是提供客人來可以休息的地方 那將來當我們有必要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一個房間 這邊有兩道拉門可以往這邊拉 也可以全部往那邊拉 在需要的時候它可以直接從這邊進來 不需要的時候它可以直接從這邊出去 所以在這個設計上面 這一條弧線的運用 本身就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再來看這一間浴室 因為這個浴室已經夠大了 我只要這一塊當成它的洗臉台 所以我們一條弧線過去 我就把這一塊歸到外面來了 所以在這裡面裡頭 我如何在弧線跟角度的運用上面 讓它很圓順地去把這整個空間 做一個秩序的整理 這樣做完以後 空間還得到某種程度的有趣活潑感 從以往的設計本身 會用一些角度跟弧線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整個案子裡頭 不管在角度的運用 不管在弧線的運用 看不到你所謂的風水上面的 造成你視覺上面的不舒服 或者造成空間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機靈的產生 而造成空間的浪費 我想在這上面裡完全都不會有看見的 所以我們在做設計上面 如果能減少一些風水上面的一些迷思 對設計師本身減少一些束縛 反而對你的設計上面的品質會更有利 我記得要來做設計師匠 當時也會有和平衡 我記得要買一個好的一名 我記得要買一個月 然後再用一個月 一邊走 雙方 我們要買一位 我記得要買一個什么 其他人 但幾乎 你會買一個月 你會買一個月 所以我可以買一個月